各位 诺贝尔奖真是得淡笑 这里有一个美国籍的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 Paul Kutman 在2009年时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倒下 他说现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能持续的 因为世界不能接受一个这么低廉的产品 使得他们自己本身的产品无法生存在本身的工业 这就是完全没有限制 当其他国家全部团结在一起 中国这个靠卖便宜的模式 就会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这是2009年他说的 去到那时中国已经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 另外就是中国就已经开始要考虑转型了 因为中国里面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自然工作待遇都跟着提高 靠廉家劳动力已经开始疲弱了 大家都看到 中国政府当然看到 于是他们教的是什么呢 就是将经济转为内销 这里有一个大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来说 经济完全是靠内销 是完全不用依靠外面的话 这个没问题 但很可惜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 是没有东西可以完全自己国家里面搞定的 虽然中国有非常完整的产业链 但我们仍然有原料材料 能源 其他东西需要输入 故此我们一定要输出一些东西 赚取我们输入的东西要平衡 中国一直也太好了 一直在贸易里面有顺差 所以将部分转回到内部的经济 是合适的 2009年的时候 未曾说这个双循环 我们看看到底什么发生 他说应该由一个出口主导的经济 转到一个消费主导的经济 而加强内部的消费 当然我们慢慢赋予起来 我知道需要将这个赋予 分享给自己的人民 自然要增加内部的消费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千万不要一只足够变化 现在这个就是历史 我们看看接下来的10年 接下来的10年 我们第一件事 中国的经济继续高速发展 并没有慢 而就是靠中国的房地产 房地产推动 去到2019年 中国就真真正正的开始转移 走向一个高科技 中端至高端的生产 这个就会推动一个 比较上温和的 增长速度 今天中国的 经济增长 预期 2024年 今年 将会是大约 5% 5%应该可以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在10月 看样子可以 我们看到这个作者 经济学 是一个没用的学科 过去的40年 中国经济的旁白展 但是 中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 可以得到 诺贝尔 奖 因为现在 西方的经济学 没有办法解释到 为什么 中国可以持续 经济增长 其实很简单的答案 答案就是 中国政府有作为 就是 可以这样 这个就是 主题 不用看他的样子 接着 开始有人谈 这个是 代 那些 极权国家 讲话 就知道 美国 他是美国籍 所以 完全是没用 我们刚才说了 西方是解释不到 中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 这个是